不過跟大多數人一樣 我的穿搭風格也不是一開始就長這個樣子的 而是經過了非常多的試錯 還有繳了超級多學費之後 才慢慢定型成現在的風格 而我的穿搭呢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分別是穿搭新手期、中毒期、成熟期還有突破期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穿搭的新手期 可以從這張照片看出來 剛到加拿大的我可以算是毫無穿搭可言 這樣形容的話就是有穿衣服的狀態 也是從小到大都習慣的模樣 上映應該都是Net買了兩件500塊 然後各種奇形怪狀的圖案T-shirt 在那一年的9月開學之前 我都是維持這樣子的穿搭 而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是 那邊的公立高中是完全沒有制服的 而我在台灣從小就習慣穿制服上學 自然就比較少在意穿搭的部分 當我踏入學校的第一天 發現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會打扮自己的時候 就讓我感覺到了完全不一樣的氛圍 而受到環境影響的我也開始接觸穿搭 學著如何去打理自己的外表 剛好我住家的附近就有一間商場 那裡面除了H&M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小眾的快時尚品牌 所以養成了沒事就會去逛逛衣服的習慣 那這張圖是在學校的廁所拍了 應該可以看得出很明顯的進步吧 雖然髮型跟眼鏡還是飄出一股窄窄的味道 但從原本不知道自己在穿什麼 到會選擇一些簡約乾淨的單品 鞋子也換上了一雙俐落的Ribbox小白鞋 整體說不上是好看 因為沒有融入自我風格在裡面 但整體穿搭看上去還是蠻乾淨簡單的 對大部分來說 這樣就應該算是合格的穿著打扮了吧 但當我嘗試摸索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看的時候 也意外打開了我對整個時尚還有穿搭的好奇心 但同時也讓我開始不小心走火入魔 接著我們來到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穿搭的中毒期 這部分我覺得是今天影片最精華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黑歷史 那究竟有多招呢 我們就直接上圖吧 我還真的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穿搭 這些照片的背景是2016、2017年 大約是我高二的時候 也是所謂的Hibeats文化最興盛的時候 Hibeats簡單來說就是把各種昂貴的名牌 還有超牌單品全部穿在身上 那時候流行的東西包括Easy350還有巴黎世家的襪套鞋 Hoffright的大Logo T還有Feel of God的拉鍊褲 之後把各種昂貴的潮流名牌單品全部往身上丟 就是當時最流行的潮流趨勢 那時候最火熱潮流的icon包括 Konyay West、Jerry Lorenzo、Justin Bieber還有Azap Rocky等等 Travis Scott那時候還沒有陷在潮流圈的崇高地位 再加上這些IG帳號還有社群媒體的盧幕欄之下 在購買單品的時候比起這件單品的搭配性 我其實會更喜歡購買一些當下話題熱度高 常常可以在IG或是一些潮流帳號裡面看到的單品 不過當時的經濟能力是完全不可能購買那些高貴的品牌 主要還是在H&M之類的筷子上品牌購買一些潮流感比較重的單品 像是這道穿搭裡面的Antisocial Social Club迷彩帽T 還有下半身的H&M的抓皺拉鍊褲 為什麼褲子要穿的這麼緊身啊?看了真的有很不舒服耶 說到追潮流就應該提到鞋子 雖然買不起品牌但熱愛潮流我偶爾還是會購入一些限量款的球鞋 像是照片裡面這一雙AJ1的皇家藍配色 各種限量款的鞋子常常是買了又賣賣了又買 但因為缺乏了搭配的審美觀還有顏值 所以上身之後還是屁還未始終的搭配 總而言之呢這個階段應該是我最不願意迴響的階段 哎呀畢竟是高中啦人人都犯過錯對吧? 不過我覺得犯錯本來就是你在學習件事情裡面必須要經過的階段 也是有了這兩年的中讀期 才能讓我更加確信之後我喜歡的風格是什麼?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個階段 那這個階段我稱它為穿搭的成熟期 時間來到了2018、2019年 也就是我18歲左右的時候 在經歷的剛才那慘不忍睹的穿搭中讀期之後 我也慢慢的意識到自己很多時候是在盲目的追求潮流 換句話說就是對潮流有一些厭倦了吧 宇宙的穿搭就慢慢的回歸了類似新手時期的簡約搭配 以簡約還有乾淨為主要的目標 但因為在輪廓、材質還有版型上有更多的見解 所以在搭配上的多樣性已經比新手時期來的豐富許多 甚至是各種顏色之間的多層式穿搭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偶爾平常關注的IG帳號也從那些過分強調昂貴單品的Hibeats帳號 開始轉為關注更多以風格為重的穿搭帳號 強調的是簡約、乾淨還有注重整體穿搭的和諧感 也讓我的審美觀還有搭配上的能力又往上提升了一些 這時候我挑選單品的重點主要會放在簡約還有百搭性上面 買一件衣服之前至少可以在島海裡搭出三套不同的搭配 購買的單品多半是一些簡約合身的素T、襯衫還有九分褲等等 偶爾才會買一些有圖案的短袖T恤、大學T 至於鞋子的部分就會像是Stan Smith、Benz還有一些靴子等等的基本款 這時候的穿搭已經不像新手時期一樣單調 也不像中讀時期一樣去盲目的追求潮流 而是可以將各種簡約的單品加上一些材質跟輪廓上的單品選擇 來輕鬆的搭出屬於自己的簡約穿搭 這個階段慢慢讓我對自己的搭配審美有了一定的信心 同時也奠定了我日後的風格基礎 接著第四個階段我稱之為穿搭的突破期 時間也從剛開始學穿搭的2015年 轉眼間就來到了2020年 而2020年也是疫情大爆發的那一年 原本我還在加拿大的大學還有公司裡面實習 但因為疫情還有各種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學校還有公司都改用了遠端的上班上課 所以我決定趁著這個機會先回到台灣生活一段時間 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的穿搭還是剛才成熟期的那種簡約穿搭 選擇的單品大多數還是以合身的服飾為主 那因為疫情一燒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當我在台灣待的時間越來越久 我發現台灣的穿搭文化跟我在加拿大接觸到的很不一樣 寬鬆、機能還有工裝已經是台灣非常常見的流行風格 雖然寬鬆的穿搭在歐美也是一個很流行的趨勢 但寬鬆的程度跟流行度是完全不能跟台灣相比的 加上台灣夏天的天氣真的是有夠悶熱 合身的單品說實在穿不太住 所以讓我開始有了想要嘗試寬鬆穿搭的想法 於是從寬鬆的上一開始 我也陸續的去嘗試很多以前沒有穿過的風格單品 從原來的膝上卡其褲還有綿褲 慢慢變成多口袋的這種工裝褲還有機能褲款 強酷的選擇也從以前的修身牛仔褲或是西裝褲 慢慢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寬褲 而也是這個時候發現比起合身的穿搭 自己的身形其實會更適合做比較寬鬆的搭配 不但可以修飾我比較窄的肩寬 也可以讓我的頭看起來沒有那麼的大 除了之外寬鬆穿搭也給了我更多的機會去嘗試不一樣的版型輪廓還有比例 而不是被以往衣服一定要合身的概念所綁架 雖然跟成熟期的照片比起來應該有80%是非常相似的風格 但在各種版型材質還有風格之間的摸索 也讓我開始覺得自己的穿搭在慢慢的突破中 現在我在購買單品的時候除了注意它的百搭性之外 其實我更多時候會注意這個東西它夠不夠特別 並穿它進入成熟期之後 我的衣櫃已經累積了非常多的簡約基本款 這時候如果添購新的衣服我就會希望它跟原來的基本款有所區別 讓我在保有原來風格的時候可以在細節上有更多的突破 這個階段也是我自己最滿意的階段 經過了前面六七年的嘗試還有累積經驗之後 雖然繳了不少學費也在進之前花了大把的時間 不過如今穿搭已經充分的融入我的日常生活裡面 比起以前花很多時間心力去思考要買什麼單品怎麼搭配比較好 現在的我已經可以更輕鬆的享受穿搭帶來的樂趣 雖然我不會說現在的自己有多好看 但我還是非常感謝過去的我踏出了這一步來慢慢提升自己的外在 來由外而內的變成一個更有自信的人